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有位网友粉丝问我 新款的林肯河海家 和封田汉兰达汽油版相比 哪个自杠好 指令好 最近要入手 请给个建议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款车的 发动机 变速箱 加车感受 车身安全 哪个更优秀一些 这两款车的虽然都是30多万 同价位都能满到 但是天地自杀 别准错了 不然后悔来不及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先说新款的林肯河海家 这款车呢 它减配的地方就是啥呢 白以前的下百臂是铝合金的嘛 现在换成了双车转的钢板形化了 并不是铝合金的了 这点是一个减配的地方 但是现在形化呢 2.0T高配呢 给你匹配了 形化有人挑截了 这个是以前不具备的 那汉兰达呢 其实至始至终也都是钢板形化 那么你们不照样一样买吗 是不是 当然买汉兰达的都是相中了 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的耐用性了 它仍然还是基于福特CDC平台 国家打造的一款车子 那么售价为32万到41万 品牌来讲要比汉兰达更优秀一些 23款呢 全系都是4缸机了 如果说买以前的6缸机 2.7T呢 那是2.2款啊 那要40万起步了 整台车全系5座 而汉兰达呢 它是7万本啊 有这个区分 如果是有7个需求 你就选择汉兰达 整台车外观变得更加的运动了 细腻了 也好感十足 内饰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贯重式的一个大屏 非常有科技感 你进入车内 就像进入了新内原车型的一个内饰 非常优秀 整台车A柱B柱C柱和关键部位 都使用了1500刀法的热射性钢 全车做了这个35处的隔音处理 再加上引擎舱 发动机舱 做了一个双层隔音处理 用上了五层生血玻璃的驾驶下 绝对给你带来深海级别的一个体验 而且是双层隔音棉 再加上主动镜照 所以说它的隔音才这么优秀的 而汉兰达呢 是天界国家平台打造的一款车的 总裁车的A柱B柱 也使用了1500刀法的热射性钢 但用的比例跟航海迦是比不了的 那么两款车动力上呢 新款的灵感河矮加 大姐的20T混合喷车的温轮加发动机 以前老款是直喷 但是混合喷车的 必须得需要加95号汽油的 老款呢 是加92号汽油 但是呢 它比老款增加了15的一个马力 所以说现在马力提升到245了 传动方面 依然是那个通用和福特一起研发的 8AT变速箱 其实呢 这边缘和日夜呢 是一样的 日夜是一样的 那么汉兰达呢 搭载的是一个代号为 S20A的一个横置的 全新的日本进口的2.0T混合喷射 无论加发动机 也是加90号 扭矩是380 马力是248 动力也很优秀 匹配的是爱信的一个8AT变速箱 以前是6AT嘛 现在换成8AT了 很不错 那么两款车的发动机来讲的话 三年五年的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0万公里之前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后期凭稳定性 哪个毛病小毛病更少一些 过程率低一些 可能是汉兰达的更优秀一些 那么变速箱呢 也是汉兰达的8AT相对比较更稳定一些 但不是说领感航海家的不行 现在都更新换代了 什么年代了 发动机变速箱也绝对能用得到 只是说相对比较一下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领感航海家 给你最大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啥 隔音静音是特别好的 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是特别优秀的 非常沉稳 而且加速也是非常快速的 非常好的一部车 你再去看汉兰达 明显汉兰达隔音静音 底盘的这个扎实感支撑性 都不如这个领感航海家 所以信用这个差很多 汉兰达唯一的优势就是发动机变速箱耐用 更耐用一些 而且它这个有70版本可以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除了对车 发动机变速箱 有个质量上的要求 其实对行者质感 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追求 所以这两款车如果让我选择 我会选择林肯航海家 我不会选汉兰达的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前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